爱情喜剧《六次别离》在北京举行了关机发布会 董结、张亮和天天三位主演集体亮相 自从婚变后 董结就鲜少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 人也一天比一天销售 此次付出大荧幕 董结也算是精心准备了一番 虽然身材依旧相当单薄 但是气色看上去比前阵子好了许多 不知是不是担心媒体对于感情问题的追问 董结拒绝参加当天的采访环节 而且相比张亮天天父子 台上的董结也是少言寡语 只有遇到犀利的儿子天天撒娇时 董结才露出笑容 而且他跟我感情会比较好 然后每天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撅着小嘴 等着让我亲一下 真的 好到我都记得 可以现在亲一下吗 现在可以送一个蚊给他吗 可以 可以